12月27日上午9時16分 隨著滿載554名旅客的G92364列車 緩緩駛出一線東站 標誌著杭州南昌高鐵正式全線通車 至此 黃山市境內高鐵站增至5座 該鐵路通車後 從黃山到南昌將從2小時縮短到1小時 結束江西省福良 樂平 餘干和安徽省 齊門 一線等地不通高鐵的歷史 五月歸來不看山 黃山歸來不看月 登黃山 觀止也講的都是山 那麼其實黃山它是一個更大的 一個物理的空間和地理的空間 一線東站和齊門南站的開通 讓更多的人了解了黃山的這種鄉村 讓更多的人了解黃山不僅是一座山 更是一座城 它能夠讓黃山的美景 美食 美術 和我們的飛夷和鄉村 能夠讓更多的去了解和認識這個不一樣的黃山 據了解 航昌高鐵串聯起英雄城南昌 世界四都景德鎮 鄱陽湖國家自然保護區 世界文化遺產西地紅村 黃山風景區等 多個國家級旅遊風景區 形成跨越晚幹的世界級黃金旅遊線 施工單位也是秉承綠色施工的理念 做到了來時綠水青山 走時青山綠水 我們成建的航昌高鐵三標段經過一級飲用水保護區域 省級自然保護區 奇門紅茶核心產地 由於當地政府非常重視生態環境保護工作 所以我們也把生態環境保護和水土保持 列為了建設工作中的重重之重 對於我們的施工用水就是堅持做到三級沉澱後 達到了排放標準以後才能排放 對於我們那個臨時便道就是施工完成以後 植树種草 恢復以前的生態標準 據了解 杭昌高鐵是一條連接浙江省杭州市 安徽省黃山市和江西省南昌市的高速鐵路 是幹北及幹東北通往長三角的重要鐵路通道 該鐵路線的開通運營不僅可以促進浙江 安徽 江西三省的區域經濟發展 也大大方便了沿途民眾的出行 今天我乘坐了這個一線高鐵開通的首發列車 非常的激動 我們一線作為一個歷史悠久的文化名線 高鐵的開通 這些非移的文化 將在與高鐵的發展進行良性的一個循環 不斷地得到更好的傳播和保護 在這裡我歡迎大家一起乘坐高鐵來我的家鄉一線做客 跟我們一起感受一線的徽州傳統文化和民俗風情 我心情是非常非常的激動 發自內心的感到激動 感到高興 我從昨天買上這一趟票之後 我一直很激動 昨天晚上都沒有睡著覺 因為我是我們一線本地人 本來我去合肥出差呢 都要從屯溪走 然後昨天半晚的時候 我在這個鐵路12306上看到了有這個車票信息之後 我當機立亂就把那個票推掉 馬上買到這一趟車 我買到之後 我整個人都很高興 航昌高鐵是國家八縱八橫高鐵網的重要連接線 串聯起杭州西湖 黃山 鵬陽湖 景德鎮 藤王閣等一批中國著名旅遊名勝 沿線共有9個國家5A級 70多個國家4A級旅遊景區 行程連接這晚幹三省眾多明城 明鎮 明湖 明山的世界級黃金旅遊線 航昌高鐵 黃昌段是國家規劃的八縱八橫 附坑高鐵通道的狀組成部分 那麼它在黃山樞紐呢 與倚建的河福 航黃 再建的宣吉 倚建的航林進等高鐵連通 那麼實現了晚南腹地至長三角地區 以及與南昌深圳方向的高鐵連通 也實現了西門一線與河肥的高鐵之大 結束了兩地不同高鐵的歷史 航昌高鐵 黃昌段的開通運營 對於進一步鞏固提升安徽在全國鐵路網中的樞紐地位 帶動沿線地區進行城鎮化和旅遊產業發展 那麼促進長三角一體化和長江經濟帶戰略實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